我跟你们讲我为什么想到柯文哲是乌龟 就是柯文哲好像又转向了 然后我就很累 很累 很累 就是你们跟着我一直 就是看我影片的人你们知道 其实我很早就在说柯文哲重启服貌这个事情 因为就是我是从柯文哲 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据说是国政白皮书的新闻披露出来 然后当时我是看到这个 我忘了哪个台了 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绿营的某个台披露说 柯文哲的国政白皮书中有重启服貌的内容 然后我当时谷歌了一下 发现中国的官 中国的媒体也有报 当时我看到就是两篇报道 一篇是中国那边的报道 好像引的是中石那边的还是哪的我忘了 还另外一篇是绿营媒体的报 就是等于说绿营和红营都有报 说柯文哲说要重启服貌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提过 然后我慢慢也跟大家就是很系统的 很专门的提过好多次了 对 然后我现在就真的蛮累的 就是我发现他今天说重启 明天说不重启 后天又说就是他今天说绿营污蔑 后天说就是哎呀 反正我就很累 我就觉得说因为我比你们跟的还久 我问你们知道吗 就是等于说从五月开始我就在研究 柯文哲说要重启服貌的这个事情 就我跟了很久了 我跟的很累了 就是就是现在台湾 大家都在很激情澎湃的 在讨论重启服貌这个事情是吧 但我就已经没有激情了 因为我已经讨论很久了 已经丧失激情了 然后我就觉得柯文哲他在耍我 你知道吗 他他他先说他被绿营冤枉 那然后呢我就要举证说绿营没有冤枉你 对不对 你说了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又说一个 然后我就再反驳 他说他再说一个我再反驳 就反驳到我很崩溃 我很累啊 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位推友 就就就也是很崩溃 就是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 就是说柯文哲他又发了这个 说什么无限上纲重启服貌 就又开始说是别人抹黑他 然后还说关于两岸于服貌的立场 我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楚 就完全就完全不知道柯文哲他要干啥 他好像又要说了的感觉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气 我当时就很气 因为我就觉得我被他耍到 简直就是他每次胡言乱语一次 我呢就还是要出来说 说一下他为什么是胡言乱语 他为什么是在放屁 就很累啊 然后呢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就马上想到了这个 其实是猎人 其实是猎人里边的吸索的那个技能 叫做伸缩自如的爱 但是我当时因为我气冲头脑 我就给弄混了 我把悠游白书和猎人弄混了 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推文说 这是看到舆论反弹又缩了 你们看没看过悠游白书里面 有一个角色的技能叫做伸缩自如的爱 那柯文哲呢 就像一只乌龟 今天生了 明天缩了 今天生了 明天缩了 就这样 生生缩缩缩缩缩缩生生 所以叫做伸缩自如的柯 因为我那个时候大脑是 是很气的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柯文哲他把我耍得团团转嘛 我很气嘛 然后结果 对 然后结果其实应该是猎人 冤枉了 冤枉 但是其实悠游白书和猎人 都是同一个漫画家嘛 他的风格是很像的 所以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 我把他搞混了 对 然后其实是猎人 是猎人的细索的技能 伸缩自如的爱 伸缩自如的乌龟科 然后你知道 我这个发出来之后 没什么人理我这个比喻 一大堆人在说是猎人 是猎人 不是悠游白书 然后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删 我觉得就不太好 然后我只好就是在底下写说 对不起 我错了 不是 不是悠游白书是猎人 那 然后一大堆人在底下喊是猎人 是猎人的 西索 然后 然后有 然后有网友说完蛋 一次得罪两部作品的族群 还得罪了西索粉 我没有说柯文哲像西索 我说柯文哲像乌龟 完蛋 那我不是把乌龟粉也得罪了 我一次得罪了猎人 得罪了悠游白书 还得罪了西索 可能还得罪了乌龟粉 对 但其实西索的形象 西索也是一个坏坏坏坏坏人 西索是个坏坏的人 而且西索是一个就是 就是阴晴不定变换多端的人 对 但是还是有人很爱西索 是不是 我没有很爱西索 我没有很爱西索 就是我最喜欢的人是库拉皮卡 对 我最喜欢库拉皮卡 我不粉西索 可能是因为我不粉西索 所以我 我没有障碍的就把西索的 伸缩自如的爱 扣在了柯文哲的头上 我不是西索粉 但我可能把西索粉给得罪 一次得罪一堆人 好啦 我道歉啊 西索没有柯文哲讨厌 好吗 西索是一个有魅力的坏人的角色 柯文哲没有魅力 但是很坏 很坏 但也有人支持我 也有人支持我说 富坚高呼 你比他懂西索 富坚高呼 你比他懂西索 你知道西索和柯文哲 有一点很像 就是他们不停的变 就他们不停的变 他今天是 就是他今天 那个西索就是那样嘛 他今天帮小杰 明天就 就背叛 后天他又帮小杰 后天他又背叛 他这样一直跳跳跳跳跳跳 其实也很像柯文哲嘛 有人还直击了我的年龄 暴露了我的年龄 就这一点让我很伤心耶 说在台湾能讲得出 悠悠白书 应该三十五岁以上了 不 其实不只是台湾 讲得出悠悠白书 应该三十五岁以上 就是凡是讲得出 悠悠白书的人 应该都有一点年龄了 对 我就是三十五岁以上 我 我就是三十五岁以上 所以在我 就是 就是 就是在我心里面 就是悠悠白书的位置 是高于猎人的 对 可能那是 也是因为这个 我就第一个想到的是 悠悠白书 结果就把他俩给搞串了 我记忆力很差 所以我经常把人记混 我也经常把事情记混 对 其实不是很适合 当悠管主播 但是我逻辑能力很好 好吗 我要给自己挽留一下 我要给自己挽留一下粉丝 我逻辑能力很好 我逻辑能力真的很好 很少有人能把我带跑 就是基本上 就是 就是能把我带跑的人非常少 就是 就是我妈妈她老公 是加拿大本地人嘛 就她有一句话 是专门来形容我的 说 说 说我就像是一只 就是 就是 就啃着骨头的狗一样 就是 就是 咬死不 咬死不放的一个人 就是我逻辑很好 基本上没有人能把我带走 没有人能把我的逻辑带走 但是我记性很差 我的记性非常非常差 对 所以我经常把人击混 好 好多西索的粉丝很生气 说不要侮辱西索 猎人西索 偷偷哭泣 西索蛮有魅力的 西索蛮有魅力的 柯文哲没有魅力 好 我向西索道歉 我向西索道歉 向悠悠白叔的粉丝道歉 向猎人的粉丝道歉 也向乌龟道歉 好吧 一次性侮辱了四个群体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像 就是 就是柯文哲 他就真的像乌龟一样 你们看过乌龟 伸头的过程吗 就是 我是今年在那个台湾的 墾丁那边的水族馆 墾丁那边有一个台湾的 那个水族馆 就那里面就有乌龟 我看了很久的乌龟 就是我 就是那时我看很久很久 我就发现那个乌龟 它的脖子可以伸很长 就伸出去回来 伸出去回来 伸出去回来 特别好玩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到说 哦 柯文哲很像乌龟嘛 就是伸说 伸说 今天伸 明天说 今天伸 明天说 对 乌龟科 嗯 乌龟科 海生馆 对 我是在海生馆里面看到的乌龟 很可爱 就那样 那样 对 用柯文哲比喻乌龟 乌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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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龟龟道歉 乌龟 哦 这是 这是关于柯文哲 伸缩自如的科 伸缩自如的科的故事 我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盾牌牙医史书华 他他揭露柯文哲的这一段 我看完了之后 我非常非常非常震惊 史书华批评柯文哲 然后柯文哲就骂史书华 然后史书华被柯文哲骂了之后 史书华才把过去的这些事情揭露出来 就是说史书华一直在现场 然后当时的这个医疗团 在现场 保护学生 那做医疗之类的 付出了非常非常大 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讲过 就是说柯文哲他为什么 从政那么顺利 就是因为当时就是医疗团 的付出和努力 最后就是说把大家 把这个功劳归在柯文哲头上 那是我没有想到说 原因是说 就是史书华和其他几位干部决定 把四千多人次的医疗团 保护学生及帮助警察的量能 那交给柯文哲 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新政治 希望有一个新政治 我现在才知道 就是真的 我觉得柯文哲 你真的是辜负了太多太多人了 太多太多人了 因为你知道就是做事的人 把做事的这个光辉和荣耀交托给你 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种托付呀 这是多么大的一种托付呀 你说就是真的是史书华 还有那些干部 还有这四千多人次的医疗团 他做的这一切的成果 把这个东西托付给你柯文哲 指望着会有一个新的政治 柯文哲你完全背叛了这些人 你完全把这些人的付出 这些人的付出成了一场笑话 就是他把人家的这个光辉 人家的这个努力 人家做事积攒下来的能量交托给你 这个事情本身 被你柯文哲弄成了一个笑话 就史书华他到最后 他现在觉得说 就是好像是他和这些人 创造出来柯文哲这样一个魔鬼 一个魔物 就是你柯文哲你真缺德呀 你真缺德 但是我就觉得说 就是我真的 我真的是觉得说 出来做事的人 不要把自己的光辉交给别人 就不要 就不要 你知道吗 就像柯文哲这种人 他会毫无愧疚的 把医疗团的这个声量 这个能量收割的人 他就不是好东西 我跟你们讲 就假比如说 我张瑶有一天 我要在台湾从政 假比如说有一天 有一个像史书华这样的人说 好我把我们的努力的量能交给你 你为我们创造一个新政治 我会说我不要 你的光辉就是你的光辉 没有人应该抹去你的光辉 这四千人次的医疗团的光辉 就应该留在这个四千人次的医疗团身上 这个光辉你不要交给任何人 如果我要从政 我就自己去做事 去积累我的credit 去积累我的信誉 积累我的光辉 我要是没有光辉 我就没有光辉 我就在基层摸爬滚打 我爬上去 我可以爬得很狼狈 我可以爬得很艰难 但我不要别人辛辛苦苦做事 创造出来的量能 创造出来的光辉 那个人 柯文哲他从史书华 从整个医疗团手上 把这个光辉拿过来 还毫无愧疚的那一刻 你就知道 这不是一个好东西 一个正派的人 他绝不会接下这个东西 他不会 不会 他就是不会 他会说 你们医疗团的光辉 留在医疗团 哪怕你们医疗团 后来解散 医疗团也是永远的 反服貌 太阳花这个运动中 永远的 永远的 光辉 就留在医疗团 这个光辉 不要被任何人拿走 就是不能 凭什么 就是不能 你柯文哲付出了什么 你凭什么拿走这个东西 惯的 惯的 柯文哲就是被这么 惯出来的 嗯 他就这么收割别人的东西 毫无愧疚 毫无愧色 毫无感恩之心 然后回来 反咬恩人 史书华不是 柯文哲的恩人吗 史书华是不是 柯文哲的恩人 是啊 没有史书华 哪有他柯文哲的今天 没有民进党 哪有他柯文哲的今天 专门咬提携他的人 专门咬他的恩人 忘恩负义 王八蛋 柯文哲 对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读一读这一段 我刚刚看了一个 就是影片 我给你们放着看一看 就是说中国年轻人 他 他工作 他为了找工作 他们已经绝望和疯狂 到了什么程度 真的要是开放 服贸 这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说 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事情 你怎么跟 就是你怎么跟 这些中国的年轻人 抢工作 这个新闻叫连资本家听了都会流泪 一个女孩觉得是 陆时就专业 然后毕业了以后 去天津的一家医院 然后那个医院跟他说 你在这可以实习一年 如果你实习习满了以后 有课室接收你 你就算转正成功 那你就可以在他上班 但是在这一年的时间内 不给你发一分钱 就得掏钱 做房子住 自己管自己的三餐 工作任务跟普通故事是一样的 有早晚夜班 甚至你的白大褂 都是他当时上学的时候 学校给他发的 而且他还说了工作的细节 每天要扛很多 打掉这个很粗重的瓶子 你要一箱一箱搬上来 然后你还要管所有病人的 什么换床单啊 清洗呀 包括所有的茶房 这些东西他全部都是要做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干了整整一年 他这一年中产生的所有的费用 全部都是付款还成的 相当于他就把他的学项 然后现在出来了以后 他就抱着所有的热情 希望不可以转正成功 但是人家说了一句 准正没成功的 你可以走 你可以走 我就想到我之前不是大学学 那是新闻 然后我在那个报社实习的时候 就是一个月要交六百分钱 你交了这个钱 你才有资格在这个地方实习 那你懂不懂另外一个专家是怎么说的 因为今年就业形势和整体企业 都不是很景气嘛 专家建议说让毕业生付费就业 你知道什么叫付费就业吗 就是说让大学毕业生 掏钱给公司工作 那这样子他掏钱 他只能获得工作经验 学校在这个公司上 他就会变得很高 公司可以让招职业生 变成一个创收项目 因为有很多公司都要垮了 他拿了这个钱 他就有钱收了 他能把这个公司盘活 盘活了以后 才有工作安排给他的这些 都来个毕业生干 然后这些毕业生 才能获得工作经验 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地环 所以专家觉得 自己相当聪明提出来的地方 他就是要把这些毕业生 年纪人现在为了不给孩子 花钱都不收孩子 只有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 这一阵孩子的父母们 还是传统的中国来 中国学生 还是觉得自己要把自己 这种一切都奉献给自己的孩子 就是一种父母 所以你们就不断地花钱 给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们搞不了新闻 就继续去搞老客户 让老客户继续把斗人全抠出来 继续到孩子二十多岁了 还要再给孩子筹钱 你就看看中国现在就业 已经残酷到了什么程度了 你柯文哲 你要在这个时候 你要放开台湾的服务业市场 你要放开台湾的服务业的人力 这个池 你要放开 你要让中国人进来 你要让中国的服务业进来 袁立 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他也做了一个播客 叫不明白播客 他在里面 就是他之前访问了几位 这个就是因为到了三十五岁 过了三十五岁 或者是接近三十五岁 而找不到工作的人 就是中国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潜规则 甚至有的时候 就是明面的一个规则 就是你超过三十五岁 你就不好找工作了 我已经超过三十五岁了 就是像我们这种人 在中国都很有可能 找不到工作了 台湾的台湾人 你们想一想 就是台湾的年轻人 你们想一想 能不能拼得过那些 就是愿意倒贴钱 找工作的中国年轻人 三十五岁以上的台湾人 你们想一想 你们立马失业 你知道吧 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企业进到台湾之后 三十五岁以上的台湾人 立马失业 立马失业 他会把三十五岁以上的人 开掉 换年轻人进来 因为年轻人 他工资要 他可以给低的工资 他可以加班 一天工作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可以没有休息日 可以单休 一周休一天 一个月休一天 年轻人 没有老婆 没有老公 没有孩子 不用照顾爹妈 知道吧 所以说中国是 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的 三十五岁以上 或者三十五岁附近的 中国的这些人 他们是找不到工作的 你知道那有多残酷啊 柯文哲和侯友宜 还想把台湾的服务业的市场放开 让这些一到员工 一到三十五岁就解雇 换新人的这些老板们 进台湾 那台湾人你们咋办呢 就是这些服务业老板们 他们先用清销低价的 这种竞争方式 把台湾的本土的企业都干掉 然后干掉了之后 他们可以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华为是怎么称霸世界的 华为在就是美国 以美国为首的 这些自由民主国家 大家联手把华为给封杀 之前 华为是称霸世界的 他是怎么称霸世界的 就是便宜吗 就是便宜吗 对不对 西门子开价十块 华为开价五块 为什么 因为他背后是中国政府吗 中国政府注资吗 所以我一看到那些科夫 讲什么自由竞争 我就觉得你放屁 自由竞争个屁 你什么时候看过 中国共产党自由竞争过 你看过吗 你见过吗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信 自由竞争这一套 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拿国家的力量砸钱 砸钱 知道吧 加拿大 不听话 砸钱 送上一个 亲中的总理杜鲁多上去 知道吧 这个市场 华为要攻占 砸钱 把所有家的企业 都砸出去 永远都报最低价 对吧 你 就是永远 就是永远 它是最便宜的 然后把所有的市场 攻占了之后 你就我这独一家 我怎么对待你 你都得受着 就中国共产党 它永远都是玩这一套呀 你台湾 你台湾的企业 你怎么可能跟它竞争 它不是自由竞争 不要再跟我讲什么 自由竞争 自由市场 它不是自由竞争 它不是自由市场 中国共产党是最反对 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 它最反对 全世界就没有比中国共产党 更反对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 它一个完全信奉 国家主导经济的人 你跟我讲让它进来是自由市场 你的脑子是出了什么毛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